我们现在就开始 OK 再次欢迎大家今天能够一起来聊一聊 OK 那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 关于offer 就是paper这个offer 以它为核心 我们隐身一些话题 当然我可能不完全是讲这offer的事 也可能讲一些涉及到谈offer的事 好吧 我们大概是一个小时 OK 这是延续我上次讲的微信的话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继续操作 继续在加人 我昨天跟我的同事 在过我们每周的结果的时候 他跟我讲上周他加了40人 再前一周他只加了12个 当时我就说 我说你为什么只加12个 每天5个不那么容易 所以他上周很努力加了40个 所以有些事情 第一 坚持不容易 第二 有时候可能也得靠点督促 所以我就特意留了这个问问大家 我今天不用回答我 你们自己想一想就OK了 咱们当时在讲微信的时候就说 一天5个好像不是很难 最难的是坚持 好吧 我就再强调一遍 好 今天讲offer这个 我再强调一遍什么呢 就是做offer 每个人有自己的style 很多东西都是对的 无所谓对错 我无非强调的就是大家探讨的是什么样的 是best practice best practice的标准就是少给你找麻烦 保护你和你客人的利益 对吧 最大化 OK 所以我们的角度是这个 所以不用来纠结说 我是这样来要求大家 或者我这样讲的 我这样写的 但是别人是那样写的 OK 可能怎样写的都OK的 特别是在一些灵活的条款上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 对于offer 就是除了这个房子的地址 和买家卖家 其他都是可谈的 明白吧 就所以有时候有的一些经纪会来问我说 这个可以改吗 或者说那个可以变吗 我就这句话就回答大家了 好吧 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即便是一些hard copy 因为offer上有空格要我们填 还有一些写好的class 即便那些都是可以谈的 OK 我希望这个说到位了 然后今天讲到offer offer有很多类 这个有freehold的房子的offer 对吧 有condo的offer 租单的offer 和商业条款的offer 商业部分今天我们基本就不讲 因为我们没法展开那么多 那个更复杂一点 租单我希望能带上一点 但我主要的讲 就是咱普通的所谓的house了 就是100和101 它俩非常接近 一点点的小差别 我到时候会强调一下就OK 然后跟offer相关的 当然还有801和320 801没有什么可讲的 我讲一下子就带过了 320有几个point 我会点出来 然后当然offer很重大的一块 重要的一块是后边的schedule A schedule A能够讲多少 我今天不确定 看看咱们前面讲的有多细 因为都是一个小时 其实schedule A你说 如果细讲起来 讲一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太多的条款 不同的情况的不同条款 好吧 怎么写 那我希望今天能够多给大家带来一些内容 但是如果不能的话 我们schedule A可能会将来再单 叫什么讲 叫单做一次讲座 专门讲schedule 好吧 这是今天的大概的安排 然后呢 我就不在PPT里讲了 我就直接拿offer来讲 好吧 我看看啊 我正在打开一个 这是过去的真实的offer 看看啊 清不清楚 还好吧 投影仪还不错啊 首先这就是我刚才讲过的这个801 大部分情况下下offer都是有801的 这不是manitary 但是呢 在multiple offer的情况下 801是manitary 因为listing brokerage 要keep一个record a record OK 801 所以呢 你也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不管是不是multiple offer 就是即便你是一对一的谈 你做的时候也做个801 好吧 交的时候 所以一个offer递上去 至少就是801 100 320 三个form OK 这是所谓的freehold的这个情况啊 801里 没有太多 我觉得需要点的东西 无非你要确定的就是801的东西 和你form100里东西要match match 包括时间 名字肯定match了 对吧 还有最经常出现问题的是这里 就是这个irreval的时间 到几点d的 几点d的那个上面没有啊 但是几点截止 这个必须跟你的100或者101是要match的 因为有时候你那个改了 你这个可能忘了改 我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 将来麻烦你还要去以你手再改 对不对 就是这个 还有就是这里 你到底是怎么样递交的byemail还是in-person 这个呢你可能是事先定好的 现在大家都byemail的很多了 但在疫情之前大家抢offer也好 或者我们去现场谈也好都是in-person 对吧 这个你要事先知道来怎么填 最差的情况如果你可能in-person你可以把它空着嘛 in-person的时候当时手写就OK 好吧 801 没有太多的东西 需要你的客人签好字 然后下面大部分基本你作为买家方面来讲都可以留空了 然后这是卖家这边来填的 listing agent一旦接了你的offer或者是counteroffer counteroffer有时候我们其实都不在操作这个 除非counteroffer以后接受了 他才会回头填这个东西 签了一个sav 这是留底用的 好吧 801内容不多 我相信也可能也没有太多问题 如果有也可以随时提问啊 好 这里我们就是所说的offer部分了啊 100是freehold 那么condo是101 那么我考考大家一下了 就是freehold有puddle fee的是form多少 给大家个机会啊 111啊 我刚才没有列出来对吧 但是大家知道111 那是freehold但是有puddle fee OK 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 我有个问题 就是一般mrs上面有puddle fee的 很多情况下listing agent是不会把puddle fee的公司信息写上去的 如果是有puddle fee的 大家会写得比较仔细 我们在很便宜111的时候 我们发现111对于这个puddle fee的公司的信息要求还特别多 更加价我们是就是跟他对方打招呼啊 说哎你当然给我们填满了吧 对 还有你可以下offer之前跟对方要status certificate也行 因为有puddle fee也是有status certificate 或者最差要一个联系方式 就是屋主可能没有申请status certificate 但是他应该来讲因为他交puddle fee嘛 他是知道对方公司的 起码是把公司名给我来 给公司名你google一下也能找到 一本正规的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挺好的 OK 那现在就说到这了 我争取讲的细一点 因为我认为 这里有一个什么逻辑呢 就我刚才讲到best practice那里 我就衍生一点啊 就不是讲具体的条款 就是在我们做deal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的目标是提高deal的成功率 怎么能提高目标成功率 offer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最好的 最好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况 就是在我下offer之前 我已经知道这单能不能做成 听明白了吗 就是这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种情况 就是客户看好了这个房子 没下offer呢 我先给对方打了个电话 我知道了对方的expectation 我知道我的买家的能力 甚至我这买家可能是之前下过offer的 已经验证过的 开定金也没问题 贷款也没问题 那边说我这个房子要120 这边说我最高能够承受130 时间都match OK 这种情况下是做deal最好的scenario 就是你其实已经知道这单肯定做成了 那剩下的offer我们叫做 这只是个process OK scenario1 这我认为最好的情况 当然我们都在努力达到这种情况 后边再说怎么努力达到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前面的环节 你看不在今天这个training里 就是如何跟卖家经济沟通 才能到这个环节 对不对 听明白了吧 所以呢 这是scenario1 OK 当那个时候offer只是个process 你需要确定的就是offer上体现的东西 都是你和对方经济已经达成协议的东西 OK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就是你offer里体现的东西要让双方觉得comfortable 这句话是有具体操作的 我回头会延伸一下 OK 第三 就是那个offer一定不能给对方经济有其他的余地 OK 就在eRevoable会体现出来 好吧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完全理解 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下 这是第一个scenario 就是大家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第二个scenario 就是你基本了解了一些情况 不知道能不能成 刚才那个可能是9成或者99%都能成 第二个情况就是你又评估说 七八十的概率能成 但是要靠谈offer来才能知道 或者才能搞定这个单子 那这个时候offer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offer的写法和你谈判 这是一个整体 你是靠offer一步一步谈出来的 而不是事先谈好了 知道跟刚才那区别了哈 这是第二种 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看来offer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三个就不那么重要了 是什么呢 你已经知道这个单子谈不成 但是也要下offer OK 这个时候就简单了 你就offer只要不要出错 该递上去递上去就好了 因为你心里知道这个单子做不成的 只有很小的一个概率做成 当然该努力的努力 但是你没有太高的期望值 OK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肯定做不成 但是为了其他目的也要下这个offer 好吧 所以我们下一个offer 不止止 不止是去所谓的谈这个deal OK 这是在纸面以外的东西 今天跟大家先交流的 OK 那回到这个纸面上 哈 哈喽 请进 请进 你刚错过了今天的精华 别玩笑 先坐 好 这个帮我递过这样的签一下 来 没关系 今天的大块的我正在讲啊 好了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paperwalk这块 不管刚才什么样的目的 OK 我会快速的过一下 第一上面这个offer的时间 记住了啊 这个时间是你下offer的时间 也是以后无论律师还是所有的所谓的法律程序上讲的时间 就是在某一个offer dated哪一天讲的是这个date OK 不是那个accept那个date 因为这一个offer上有多个时间的啊 所以这个时间看起来很简单 但也很重要 特别是在后期有其他的argue的时候 大家文字里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写 是这个时间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不要出错就好了 你客人的签字时间不能早于这个 这是肯定的嘛 对不对 但是之前我是见过这样的 因为他准备的时候 先是让客人签好了 然后后来又改了 其实是改了 忘了改这块啊 但是现在咱们的系统已经很好了 每次都自动update 所以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 OK 这是第一 第二 buyer 和seller name 你看这个有一个小的bug这块啊 没有这个案的符 问题不是很大 当然我还有一些人问过我 就是关于特别是华人 这个friend 叫friend name和last name这个事儿 基本的操作是两种写法都可以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把last name写前面 last name后面要有逗号 如果你把front name写前面是没有逗号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OK 就大家注意一下这块就好了 签名的日子可以晚于这个offer date吗 签名 当然可以 你晚多少都OK 你这个offer可以是十天前准备的 对不对 不能早遇 不过他的名字里 又有英文 什么michael 然后存放 然后前面有个tong 就是那些 那种广东的名字 嗯 我到时候在给他那个缩写的时候 那个直接是信着手机名 再加上那个医生名的手机名 一般在offer上 我不建议你缩写 你拿到他的ID是什么样 你就copy下来 对 因为这是很严肃的legal的contract 对 我的意思是说 在oversign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写吗 initial initial 哦 initialOK的 initial可以的 就是签名嘛 你说的是底下签名这部分 对 这个是可以的 问题不大 你到底是last name在前面 first name在前面 中间还有其他字母 其实很随意的 其实很随意的 好 name讲过了 property address 这一块 无非我就想强调一点 我们做事要细致 细致 细致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你确保postcode是对的 特别有一些新的building 它的postcode在amazon写的 和在google上面是不一样的 你要根据你查的系统里 如果你能查到mpeg或者是grr 有 以那个为准 OK 如果没有 那你就以ms为准 这是有 如果不同的情况下 好吧 这是最常出现的小问题 还有这个 这是很小的 就是fronting on 我之前也讲过一次啊 大家算好这个事儿 就是这个房子 路如果东西的 房子在路的北边 对吧 它叫fronting on north 对吧 它房子是冲南的 因为有人拐不过来这个弯 我就提醒一下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 不要搞错 然后这些不要 然后frontage 这个frontage这个信息和 legal description 这块我给一个建议 就是不要完全只抄ms 因为有的listing agent 如果很新的话 他可能会写错 他可能会写错 如果你的offer里你写错了 你说我看ms的 将来这个是灰色地带 要argue的 ok 你有你的权利去验证 你suppose你去verify ok 作为我们 suppose我们是buyer agent 好吧 所以这块最好 你自己去unpack 和GL warehouse 把这些confirm了 ok 特别有时候 这个frontage frontage 往往listing agent 会尽量的最大化 所谓最大化就是 只要他能找到support 他就写最宽的 ok 一些corner 对吧 本来是45 加上外围 可能是50 他就写50 那么legal上来讲 他应该是45 所以你作为buyer agent 我建议的是写45 虽然他ms上是50 ok 这是保护你自己 和保护你的客人 特别是保护你自己 坦白讲 好吧 这是有可能不同的 所以这个信息跟ms不同 没关系 你确保你是有来源 有出处的就好 不能瞎写 ok 好 价钱 我看看啊 书标哪去了 价钱和定金 我现在说一下价钱 定金 irrevocable time closing date 这四条 应该说是 谈offer非常非常关键的几点 ok 不光是在这一页上 在整个offer上 这都是很重要的几点 除了能跟他媲美的 就是后边的schedule A 所以我在这多花点时间 好吧 因为后边有好几页都是标准偏换 我们都很快过了 ok 那现在一个一个讲 先讲价钱 这个价钱到底写多少 ok 很明显 我们作为biogen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 你要写的给你客人留点余地去谈 对不对 比如说这是一个抢offer 叫99万 ok 你做了研究 这个房子值120万 你到底下多少钱 这作为你的 你作为你经济你要做这个决策 你要给你客人引导 ok 这里边 这里边又分很多scenario 就是你客人到底什么状态 就是我原来讲的 刚才我之所以讲前面那个 说分几个scenario 这就决定了不同的scenario 这个放不同的价钱 我告诉你 第一 如果这个客人说 我就想试试 简陋去了 说白了 他爱下多少下多少 他跟你说我想下80万 你就写80万 ok 无所谓 因为这个做不成 如果你已经跟第一种scenario 你已经跟对方经济说了 对方经济说 我的我觉得或者我客人115会接 你这边已经知道了 你的客人120还能拿 对不对 那你下多少呢 尽量下一个离那个近 但是有距离的地方 比如说你下个108 甚至110 ok 下过去 你要让卖家觉得你跟他的target很接近 有诚意 同时你要给你自己的买家 还有上升的空间 你不能 对方说115能做成 你上去就给了115 这个就很危险了 好吧 一定要给自己留room 这个价钱 中间档就是我刚才说的 刚才是肯定做不成和能做成 还有中间档不知道能不能做成 这个价钱就很tricky了 就要试探性的下 就是我会跟对方经纪打电话 你看这又说到了跟经纪的沟通 假设是一对一的 他说我也不知道客人多少钱卖 还是刚才scenario 叫价99万 还是刚才scenario 他说我也不知道客人多少钱卖 你随便下 或者你下你best offer 他永远说这句话 这都扯淡 没有任何意义 那我也这么讲 我作为listening agent 我也这么讲 那你下多少呢 跟你的客人好好谈 听听你客人怎么想的 你要用这个 你说我们这个下的价钱 第一不能太低 太低要让人觉得 我们没有诚意 不能太高 因为我们都想尽量低的买 对不对 一般来讲 general肯定高于asking 因为这是抢offer 或者是什么样 明白这是抢offer价钱 肯定高于asking 第二呢 就看你客人的心态了 一般我这种情况 我可能客人会说 我可以下100以上 我不想到110 OK 你要听明白 你要给他 在这个时候 你要给他option 而不是一直问他open question 说那下多少呢 客人就永远循环了 他死循环了 他不知道下多少 给他个选项 你说我觉得105 或者108都可以 就是A和B 让他去选 其实都无所谓这个范畴 对吧 华人的话 你可以给他很强的引导性 你说这样吧 咱们下个105888 很多情况下 这个数好 就下了 明白吗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华人的offer 都是巴巴巴一大堆 你就明白为什么 因为他在最后一小点 他就是那个小稻草 这本来是个balance的 客人不知道怎么选 你加一个小东西 就这个吧 就是这样 或者666 666小心 有一些民族666是不吉祥的数字 你们要知道 但是巴巴巴 现在好像老外都知道 中国人喜欢巴巴巴了 我跟有一些伊朗的经纪聊 谈offer 最后伊朗经纪说 我知道你喜欢8 我给你几个8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好 那刚才你看啊 就是几种情况下offer下多少钱 这有个基本天气 就是你第一知道这房子值多少钱 就你要会evaluation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training要讲的 我昨天还在跟我们自己的经济也在聊这个 evaluation有好几种方法 我今天不展开了 第二就是你要跟对方经济有沟通 知道什么数字 比如说 昨天我看了一个townhouse 在Morham 叫118万 然后 我一看118万这个价很新呢 我一查周边 160万成交 对吧 我给对方一个电话 我说你客人要多少钱 他说我客人期望值挺高 我直接说 我说到160吗 接近 你就明白了 对吧 就是说 几句话 你就已经知道他的expectation了 所以他如果叫118万 你下个130万都没有戏 140万没有戏 150起步 说白了就这样 OK 这是你认可他的情况下 是吧 你看看的多 OK 是吧 对 昨天我聊过那个 说回来 就是基于你的evaluation 基于你跟经济的沟通 基于你跟客户的 所谓的 所谓叫聊也好 或者叫研究也好 来决定这个价钱 非常重要吧 不是那么easy的这个数 我再引申一个 跟奥峰没关系 我有时候讲的可能喜欢跑题 就是我们在做单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就算我们是buyer agent 我们不是只是做buyer的工作 我们要管理四方 任何一单能做成你要管理好四方 OK 哪四方 buyer是你的客人肯定管理好 对吧 你要管理好listing agent 对吧 你跟他沟通 有的时候你要引导 我有很多case 我是几乎手把手 教listing agent怎么干活 最后把这单子做成 OK 他也很开心做成了 对吧 当然也可以是合作状态 不一定是教他 第三 要管理好卖家 卖家是通过listing agent 去管理的 OK 最后一个呢 管理好自己 OK 你自己该说什么话 该讲什么 什么时间段 该做什么 不要特别的rush 好吧 管理好四方 你才能把这单子做好 说回来 OK 所以你能看出来 我这个下的价钱 是我跟其他三方 再加上我自己的判断 四方都在这 才有这价钱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有个单子能不能做成 或者说 你一开始暴露了很多东西 我给大家举几个case 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讲 我是listing agent 我经常收offer很多 我一看见offer进来 我大概第一眼 我就已经知道 他能不能做成 如果他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那么还有的时候 又说到这儿了 deposit很有意思 deposit没有那么复杂 相对来讲 简单的很多 就是几个点 第一 deposit 尽量就是整数 到千就差不多了 有些印度人经常给我算的 有零有整呢 真的是一个数的百分之五十成 除下来 完全没有必要 其实我都给大家的建议 六万六万五 甚至六万八也就这样了 不要在后边有几百块了 deposit 不要这样 好吧 比如说你谈一个小两百万的 那么你给他个十万整啊 就是这样 ok 但是deposit也有它的功效 它的功效就是在于抢offer的时候 deposit如果你能够往上拔 尽量deposit可以多放 ok 这就增加你成功的概率 ok 第二 就是如果你明显是在一对一谈 但是价钱会低于市场价的时候 deposit如果能多给 可以多给点 能够帮助你承担 ok 就是卖家认亏了 他会接你的offer 但是呢 deposit高一点 会让他心里更comfortable 对不对 我做到下午串 很快 我不敢 如果没有 Фонд 看умół 将不要紧张 乘搭 这очь 只能担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